大家好啊 这有一篇文章啊 可能是一个在西安长期居住的上海人写的啊 他说西安还有未来吗 西安的民风有问题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在三宝烤肉 阔湖 西安著名的连锁烤肉店 非清真啊 三宝烤肉吃饭 服务员上烤肉的时候 烤肉签子扎到了我的胳膊 划破了一点皮 我AU了一身 然后阔湖并没有生气的对服务员说 当心一点啊 服务员直视着我的眼睛 瞪着眼睛啊 直接瞪着客人的眼睛 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我没动 是你动的 那意思赖你自己啊 我当时都震惊了啊 鉴于伤口很小 只好说 好好好 是我动的 是我动的 然后服务员放下烤肉就走了 和我一起吃饭的朋友 阔湖 全是西安人 都笑了 评论道 这娃咋这么愣呢 这要是喝酒了 能打起来 你都不要说是服务行业了 大街上和别人磕碰一下 第一反应 难道不是先说对不起吗 这娃的第一反应 确实要和我争个对错 十多年前 我在一家有名的清真烤肉店吃烤肉 带头金的回族大妈 收拾桌子时碰撒了馄饨 汤淋了我一裤子 我问大妈有没有纸巾 大妈便继续快速的收拾桌子 连头也不抬的说 一块钱一包 在西安 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事特别多 下车后 我好好的执行后车便到 我好好的执行啊 开车的时候 我好好的执行 后车便到 寡蹭到我的后翼子板 车后边后翼子板 也叫后叶子板啊 他说翼子 叶子板 非要胡搅蛮缠 非要胡搅蛮缠啊 和我责任五五开 是吧 你这后车追尾 你还要跟人五五开吗 还说是双方各有责任吗 这说不通的啊 在上海 老老实实赔几百块钱 赶紧各走各路的事情 在西安 就非得让我浪费时间 报交警 还堵了两条车道 进地下车库对面逆行 非要和我顶着 让我倒车 我闪灯 摁喇叭 过了两分钟都不动 非要让我下来跟他解释 说我后边那个拐弯里还排着好几辆车呢 实在是到不了 你看 他还逆行啊 说真的 在西安待一个星期 市区道路上看到的各种车祸 比我在上海一年看到的都要多 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 整个一个单元都水压不够 我让物业来维修 物业来来回回几次搞不好 就非说是我 装修的时候改动了室内的管道 所以导致水压不稳的 他们不管 我再打电话去物业 居然跟我说 谁让你要自己改管道的呢 你得先去找第三方检测机构 证明自己的管道没问题 我们才能继续给你维修 大哥 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整个一个单元水压都不够 只不过新房入住率不高 入住率低 其他人还没发现而已 应该是那些人有的还没入住啊 他就不知道 然后我问他 那如果检测证明了问题 不是出在我这里 那么检测费用你们掏没问题吧 物业回答 那这事我们可做不了主 最后非得让我投诉到开发商 集团公司总部 然后项目经理和自来水公司的人 来折腾了一天才总算搞定 搞好 西安人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是 我先糊弄你 糊弄到实在糊弄不了了 然后再看咱咋办 所以在西安呀 我经常觉得自己的智商在被侮辱 有时候在西安 我都觉得自己的利器 就是那种暴怒啊 容易发脾气啊 陆奴症之类的啊 我的利器都变大了 因为很多理所应当的事情 你跟对方好好说 根本就解决不了 对方总会想方设法的糊弄你 而且糊弄你的手法还非常之低劣啊 最后必须看到你发火了 才会开始解决 之前奔驰女大闹4S店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都能想象到4S店是怎么推诿 糊弄客户的 目的就是要把你糊弄到放弃了为止 西安人这样做事已经成了习惯了 其实很多地方也类似程度不同 包括北京也有 是吧 都是出了事先推责任 都是这样 整个中国都这样 从中国的高层 对吧 从领导人开始到社会最底层 都是这个造型 都是这个德行 习惯到根本不会去想 有些事情不是糊弄糊弄 就能糊弄过去的了 比方说 秦岭别墅的事情 中央三令五申 发了不知道多少个通知 到陕西省责令整改 陕西就一直能拖延到 糊弄到中央真的糊了 糊了就是发脾气了怒了啊 因为西安人的习俗就是 不管什么事都是条件反射的 遇事先糊弄 大多数的事情 对面啊 懒得较真 对方对方 懒得较真 或者没能力较真 那就糊弄过去了啊 就是拖延过去了 遇到少数较真的 真的糊弄不过去 那就等对方把事态弄大了 再解决 简而言之 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你别看这两年西安的城市建设 有了不小的进步 不小的进步 地铁也有了 商业综合体也多了 但人还是那样的人 就像三宝烤肉 装修的算是清清爽爽的 员工也都是穿着干干净净 统一制服的年轻人 看起来挺像一家现代连锁企业吧 实际上人还是愣娃 陕西是愣娃啊 有人说是愣啊 愣愣磕磕 愣头愣愣脑 愣不处子的愣 有人说是冷 是吧 冷漠的冷 冷淡的冷 是吧 那北京人说这人操蛋 说态度不好 不叫有个词叫干梗倔藏 干梗倔藏啊 就是形容没有服务意识 态度不好 这种啊 就是比较操蛋的吧 因为民风不好 即使是年轻人也一样愣 西安这地方除了国体 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以外 这个私营经济可以说一塌糊涂 主要原因在于营商环境之恶劣 超乎现代人的想象 我的朋友们和西安人做生意 就没有能长久的 白纸黑字的合同都能耍赖皮 耍得理直气壮 法庭上打官司 提出的赖账理由 都能把法官气笑了 西安人还井底枝挖的厉害 就觉得自己牛逼 生活在臭水沟一样的社会环境里 反而习以为常 对现代社会是什么样 根本没概念 现在整个中国也谈不上是个真正的现代社会 文明社会 当然有些地方 有些城市好一些 有些更差 是吧 完全达标的 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地方完全达标 整个中国还在漫漫长夜里边 徘徊 甚至开倒车呢 对吧 西安的经济 有没有未来 要看国家给拨多少钱 西安的社会环境 是不大 有什么未来的 不太可能有未来的 人的素质想改 那不是短时间能改得了的 这地方人不行 前些年好像有一次 我记得报纸上发生了一件事 说是有一批 四川的游客 到了西安 西安不是有那个城墙公园吗 在那城门洞里边 跟那个景区的工作人员 发生了冲突 好像大打出手 一个比较大的群殴事件啊 还有有的人说西安的出途车司机 态度不好啊 说挺他妈操蛋的 不过北京也有 是吧 他给你那个绕路啊 有的时候态度还不好 欺负人什么的都有啊 我在北京接触的几个西安人还行啊 有一个哥们是那个加拿大北方电信的啊 后来是变成摩托勒拉的啊 加拿大北方电信的还可以啊 这个然后有一个两口子 那个是在一个一个一个贵族学校当老师的那女的还不错啊 那男的自己做点生意 人还行啊 然后但是感觉有点愚昧 好像西安那边人更保守 什么十三朝古都吧 是吧 我看西安的那个那个陕西主要是那个甲平洼写的那个废都啊 陈忠实写的那个白鹿园啊 还有路遥的叫什么平凡的世界啊 这几本书我都读过 西安这个历史太悠久了 这个文化积淀太厚重了 但是中国所谓的传武传文啊 这个徐晓冬老说传武哈 传文传统文化 其实糟粕非常多 所以越是历史悠久的 像什么西安这样的地方啊 其实那个社会可能活力啊 然后和这个现代文明的接轨啊 但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西班牙这我们也认识几个陕西朋友啊 有西安的也有不是西安的人还都挺好的 然后那个哎对 我在北京还有一哥们陕西人 他参加过六四六四天安门广场广播站的波音园啊 他本来都有加拿大的那个枫叶卡了 后来放弃了 在国内生意做的不小 在北京啊青岛啊 有几百个员工呢 但是这个做实业的做实体的搞工厂的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也非常的累 实际上他的财产早就应该到境外享清福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留在中国啊 前两年我回北京那个我请他吃的饭啊 然后他开着他的是奔驰还是宝马呀 吃完饭之后给我送回家去了啊 一个很很中厚很憨厚的陕西人西北汉子啊 但是西安那个地方确实比较封闭 比较保守比较落后 这是肯定的 好吧